好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現在已經六點半 那很高興今天可以邀請到我們的蔡總統的蔡老師 從大老遠從國立台南醫師大學這邊趕快 然後為我們延長醫療的另一種可能 印尼爪拉的聲音儀式與文化 那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請今天的大家長 或是通知教育中心的主任來為我們說個幾句話 好 謝謝蔡教授 謝謝通知中心的嚴方子老師 還有在座各位同學們非常熱情 而且還有專門從醫院穿著白袍趕過來的同學們 由你們過去的一個基礎 今天這個社團才能夠變成這樣子 這麼樣的壯大 而且我們跟老師報告我們同學 另外還有準備要開選修科醫用印尼文 就是為了將來的醫病互動所做的 所以我們都會努力在做這些事情 各位同學 我今天講幾句話就讓老師知道說 你們是如何請到這麼棒的一個老師 我剛才特地問蔡老師說 請教同學是通過什麼樣的管道跟你聯繫 他說同學可能就是從臉書上 然後就跟他聯繫 可是老師就這麼忙 我說你怎麼會欣然同意 同學這樣的臨時的邀約 然後特地封城樸樸 老師在台南任教 到台北內湖來 就為了跟同學上這兩堂課 他說他覺得同學有個遊戲 所以他覺得願意為同學上這兩堂課 同學我們蔡教授 目前是台南藝術大學的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的教授 他是美國華里蘭大學的民族音樂學的模式 他說他當初在美國學校有個學長叫七偉銘 是我們國防醫學院大學長 曾經當過三種病理部的主任 所以他因為這些姻緣他覺得說 他跟國防醫學院有這樣一個希望能夠來上課 然後讓同學互相了解 那蔡老師的經歷非常的豐富 他除了本身對於印尼文化 東南語文化的了解之外 他本身也是我們國內伊斯蘭研究學會的副理市長 他本身也是行政院金曲獎評審 五屆 哪五屆 第十二屆 十三屆 十八屆 二十一屆 二十二屆的評審 一個老師可以擔任這麼多屆的評審 可見他的功力是獲得國內外的一個認同 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位台灣籍獲得印尼 梭羅宮廷親王爵位 我記得去年國際文化週 我邀請了馬來西亞的拿督之子來演講 他沒什麼了不起 他本身是馬來西亞拿督的兒子 可是我們的蔡教授是台灣籍的老師 竟然獲得印尼梭羅宮廷的親王這樣的爵位 蔡老師沒有拿錢 沒有封土地 完全是榮譽職 那梭羅宮廷的王子孫德求 也是蔡老師在指導的一個碩士學生 他目前位為梭羅宮廷的文化部部長 所以各位 我才會說各位是怎麼樣找到一位 這麼棒的一個老師 這麼重量級的 那蔡老師她特別有在媒體上有講 她說希望政府一定要去正視東南亞南向這個政策 不要把東南亞國家當作是一個淘金庫 或者是一個很廉價的勞工的人才 人才資料庫 而是要用很尊重 了解對方很豐富的歷史人文的背景 然後很友善的跟對方去交往 蔡老師覺得說這個才是將來台灣在越來越困難 尤其聽說這兩天鎖羅門群島 好像跟我們的邦交有點搖動了 所以在這麼困難的邦交當中 真的能夠可長可久 台灣突破之道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就不要佔用蔡教授寶貴的時間 這兩個小時我們相信同學們一定收購非常的多 那我其實很想要兩小時坐在下面聽 可是你們知道同時還有國標跟踢他舞成法 所以我也必須要去這邊看一下 那我們就把今天的這個麥克風交給蔡教授 非常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郭老師 我想其實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們人不是很多 那因為人不多 所以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點 就不用太過度的嚴肅 對 好 其實剛剛郭老師提到 其實我這學期是學術休假 其實我這學期都不在國內 所以那個黃同學是不是 在哪裡 跟我聯繫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大陸的一些大學裡面 做巡迴演講 對 好 所以還有在印尼州一些田野 所以我這學期幾乎都是在國外 OK 好 那那個黃同學跟我講的時候 我說 哇 國防醫學院我們還蠻喜歡的 原因是 因為第一個是 剛剛郭老師他也提到了 因為我學長 我是馬里蘭大學畢業 我學長在馬里蘭的學長 他就是各位的學長 對 然後 其實我太太也是做生物醫學資訊的 她是資訊的 可是她專門在做生物醫學方面 她以前讀過 太北醫學大學的生物醫學研究所在那邊讀過 對 所以對我而言 醫學系也不會太陌生 我還忘記我之前在中國醫藥大學的那個 醫學系那邊有經過課 對 當然 有專門在那邊講一些 一些比較屬於 醫學文化之類的一些課 所以對我而言 其實 我來到學院還算是蠻熟悉的 並不會覺得 當然 我以前常常去山群總醫院報導 所以也很熟悉 好 開玩笑 好 那我們回來 我們開始跟各位聊一下 其實剛剛郭老師他說了 我其實是學音樂的 然後 而且學的是比較奇怪的 其實台灣也很少人學我這個 到目前有一隻 老師背的好像也只有我一個 第二個不曉得在哪裡 好像還沒有出生的樣子 OK 那我學的東西確實是比較奇怪 第一個 可能各位看 第一個 我們先把它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民族音樂學 很多人 民族音樂學在幹什麼 其實 他講的白一點就是說 他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音樂 那可是呢 我又是研究 醫療民族音樂學 那是什麼 就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 音樂 儀式跟醫療 三者之間的一個關係 到底是什麼 其實過去就是一直在所謂的 醫療人類學裡面 在做的 只是說我們加了一個東西 就是音樂 在中間他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到底是什麼 那要跟基本上是跟 醫療人類學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多了聲音這個部分 多了聲音這個部分 好 剛剛我也跟各位聊過了 之前 怎麼講 都寫了一本書 然後就是講到印尼的一些 宗教醫療體系 宗教音樂的一些醫療體系的問題 那我剛剛也跟各位講 我太太她是學生物醫學資訊的 那每次跟她提到這個問題 我們兩個有吵架 為什麼 因為她是學科學的 然後呢 我學的是文化的 然後她每次都說 那你用這個音樂 去做醫療的行為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有沒有用什麼 驗血啊 還是腦神經的什麼 什麼檢驗的一大堆的機器 那到底他們在印尼這種所謂的 巫術體系在做醫療 到底有沒有用 我說你講那麼多 我們才不管他有沒有用 那我們不管這個醫學 醫了病之後 這種民俗醫療 醫了這些病人之後 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不關心有沒有用 我們跟學科學 學醫學很不一樣 我們不在乎有沒有用 OK 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吵下去 就是這樣子 她只在乎有沒有用 她只用一個科學 用一個醫學的角度來看 對不起 我從來不從醫學 不從科學的角度來看 我就從文化的角度來看 從心裡面的角度來看 我更在乎的是 如果說 這些巫術 這個體系 它對病人沒有用的話 為什麼病人還是要去呢 為什麼有一大堆病人 他就是不想去醫院看醫生 然後他就是想去看這些巫術 你跟他講巫術沒有用 不一定會把你移好 可是對不起 他還是要去看巫術 他就是不看那種醫院裡面的這些醫生 這個就好像我媽媽 我媽媽過世了 可是我媽媽還沒過世之前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理解過一件事情 我媽媽還沒過世之前 她常常會去那個廣播電台裡面去買藥 然後我就跟他講 那些藥 真的吃了會死人的 真的不要亂吃 不要亂買 那裡面都很多很多的尾藥啊 什麼什麼都跟他講 我知道 然後我說 媽媽那你知道為什麼還要買 那我就想買 我覺得吃了就很好 很有用啊 嗯 為什麼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人通通都知道 那個吃了可能會死 吃了可能對身體影響很大 可是他就這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而且在台灣也是這樣子 在印尼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講到說 我們在乎的不是只是 能不能這些巫術能不能把病治好 真的我們不是很在乎的 而是什麼 而是 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 會造成這樣一個體系 它可以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體系裡面 一直存在著 當然是為什麼 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好 那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 印尼的這種波瑜文化的這種民主醫療體系的問題 在印尼當然 其實印尼跟台灣非常非常的像 在意識上面跟台灣很像 印尼曾經被荷蘭人指明過 被日本人指明過 台灣也是吧 我們也被荷蘭人指明過 也被日本人指明過 而且 印尼他們 正從14世紀之後 就開始慢慢的 由原來的 印度教的信仰系統 慢慢的轉換成今天的 所謂的伊斯蘭教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印尼是一個伊斯蘭的圍族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所以 可是印尼呢 又有很多的這一種中國人在那裡 大概有八百多萬 大概千萬之間的華人 華人住在那裡 所以華人其實在印尼也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從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提到 在印尼除了西方的醫學 毫無疑問的 當然也有一個在印尼非常的流行 而且也是主要西醫還是族族 而且印尼很多的西醫 過去都是荷蘭人 在印尼建立的這樣的一個醫療系統 幾乎是荷蘭人建口的 因為過去是荷蘭人殖民地 荷蘭人在印尼殖民了三百五十年 蠻久的 三百五十年 比清代還要久 蠻久的 所以西醫當然毫無疑問的 可是我們這裡比較不是把它重點放在西醫 好 所以在印尼最主要的還是這種傳統巫術文化 傳統巫術文化 是非常非常新生的 這也是我今天主要要跟各位聊的 再來就是中國的傳統醫學體系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了 因為太多的華人 這種中醫的體系在印尼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只要到印尼的大城市裡面 我們到現在還可以看到很多的中藥店 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中藥店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在印尼拍的 他們也在配中藥 OK 好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印度的醫療體系 剛剛我們說了 因為印尼過去是印度教的 以印度教為國教的一個國家 所以毫無疑問的 所以毫無疑問的 印度的這種醫療體系 在印尼也非常非常的流行 當然特別是在巴黎島 巴黎島 巴黎島 我現在看到他是以西洋 印度教為種種的 另外一個就是伊斯蘭教 所以這種伊斯蘭的醫學體系 在印尼也蠻多的 也蠻多的 只是比較好玩的是 因為現在整個印尼 他是以伊斯蘭教為種種 那印尼又是一個很傳統的 巫術體系的 所謂的薩滿教的 這樣的一個宗教體系 所以目前印尼的這種巫術也好 或者伊斯蘭宗教體系也好 他們常常把這兩個不同的醫學的這樣的一個文化整合在一起了 變成是巫術裡面有伊斯蘭的成分 伊斯蘭的這種醫學體系裡面又有巫術 所以這兩個有時候沒有辦法分得那麼的清楚 好 那第五個就是日本 Reiki 日本的那個靈氣療法 好 這個主要還是在於 在日本人他們儘管在印尼殖民不久 大概只有五年的時間而已 不過這五年也把日本的這一些 靈修的這樣的一種醫療體系也帶到了印尼來了 後來當然還有很多的是從女國傳到印尼來的 這樣的一種日本的這種靈氣療法的這樣的一種醫學體系 所以目前我們在印尼大概可以看到這六種 連我們有列上去的所謂的西方醫學以外 除了西方醫學以外 大概有這五種 好 那我今天剛剛也跟各位聊到 我主要是要跟各位聊巫術 我主要也是跟各位聊到 巫術跟醫學之間的一些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要開始提到巫術 其實我剛剛也跟各位講到了 今天的巫術體系它往往是跟伊斯蘭人的密歧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 而且以東爪蛙為主最多的 東爪蛙現在也怎麼講 就是這種巫術的體系是最受它大家注意的 特別是有個地方叫巴牛蛙蟻 就是我下面寫的巴牛蛙蟻 巴牛蛙蟻這個地方 是目前整個印尼爪蛙地區巫術最盛行的地方 非常非常盛行的 所以你們自我看一下 我跟同學在聊天的時候說 你們家有印尼一萬佣 那你小心喔 它是從哪裡來的 如果是從巴牛蛙蟻來的 你就不要等它 這樣是開玩笑的 純純純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就只是在講說 那邊的巫術特別的身形 那當然也有人講到說 其實巴牛蛙蟻的這樣的巫術體系 事實上是從另外一個東爪蛙的西部的一個 叫俄羅湖的那個地方 傳到巴牛蛙蟻這邊過來的 好 那各位看到右邊的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有一點噁心 有一點噁心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在1998年的時候 在剛剛講的東爪蛙那個巴牛蛙蟻那一個城市 發生了巫師的集體屠殺事件 大概殺了二十幾個巫師 是把那個頭砍下來的噢 頭直接砍下來之後呢 然後各位可以看得到 騎車摩托車那個是身體全部被拉光了 螺體的屍體 然後在地上用那個麻繩拖著走 你就知道 各位應該也可以看到那個頭件了 那個屍體的頭件 因為頭部 本切都還沒有好 好 那 好 在講到 巫術醫療之前 我就可能會提到 為什麼我會去做這一個 巫術的一個研究 其實我剛剛開始去印尼 並不是研究這些巫術的 我去的時候是從事 這是伊斯蘭宗教音樂研究的 我想多了解伊斯蘭 我比較好玩 儘管我自己是基督徒 可是我對伊斯蘭很有興趣 為什麼會有興趣 因為我們牧師常常會在罵伊斯蘭 那我們牧師罵什麼 我就想要去做什麼 所以我們牧師每次都說 你怎麼看得不像基督徒 好 我只是比較叛逆而已 儘管已經五十幾歲了 我還是不叛逆的年輕人 心態上 OK 好 那 2001年我就開始注意到這一些 因為我當時在做宗教音樂的時候 伊斯蘭的宗教音樂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 伊斯蘭裡面 他們也有他們的醫療系統 然後在伊斯蘭的這一種 宗教儀式裡面 他們也常常在幫人家治病 比如說 我最常常碰到的就是戒毒中心 還有戒煙 幾乎都是在這些伊斯蘭教的 這些宗教的中心裡面 在做戒毒和戒煙的工作 非常非常多 我常常碰到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那我就開始 那個時候也好奇 那他們怎麼 如何用宗教的力量去幫忙 去戒毒戒煙 去做這些事情呢 所以一直引起我的興趣 所以我一直到2010年的時候 開始執行過各位的一個計劃 就是在專門做 印尼爪華地區的伊斯蘭蘇菲宗教音樂 跟他的宗教靈修的唱頌 去諒解我剛剛講的宗教 把有他們的詩歌的唱頌 跟醫療的傷者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 那我回來 講到巫術這個東西 那我當時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因為對我人的巫術很難理解 很難理解 因為他們到底是怎麼做的 怎麼醫病的 那我就很有興趣 想要去瞭解這個 後來我才知道發現 天啊 超級難做 原因是 因為我在那邊有一個助理 他是印尼人 那他本身也是蘇菲教團的 蘇菲道團裡面的人 那他剛剛開始一直在做我的 伊斯蘭教的宗教音樂的一個研究 可是他一聽到我要做母夫 他嚇了嚇死了 他跟我講說 老師可不可以不要做這個 你什麼都可以做 我什麼都可以幫你 這個我真的很困難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印尼 從事巫術的醫療 是唯一死刑 就是你抓到就是判死刑 為什麼會那麼嚴重 台灣好像也沒有說巫術要判死刑 好像也沒有這樣子 可是在印尼是判死刑的 為什麼判死刑很簡單 因為他們是一神教 伊斯蘭教他們只追求真主阿拿 那其他的就是 沒有幾百張的人 就是末尾 OK 因為他們是一神教的概念 那在一神教的世界裡面 怎麼可能允許你去從事這一些巫術 更何況這個巫術裡面 待會兒我們會再提到 他又有分黑巫術跟白巫術的問題 黑巫術跟白巫術的問題 所以在印尼做這個很敏感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好像只有我是唯一一個去做真的的 我也跟我那個助理講說 這是最後一次也會再也不會做的 所以前五五人 未來會不會有哪一個不怕死的來者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就不太清楚 可是到目前為止 確實是只有我一個人去做這樣子 那因為做這些事情也確實有一點點 有些不太好的記憶 比如說 常常要去墳墓堆去挖死人 我去打人家 你們可能看死人看多了 我們不是 你們可能要接破學 常常要看 我們不是 我們看到很多法律的事情 可是還好 也不是還好 都是這些巫師做的 我們只是在旁邊觀察而已 所以我永遠都在旁邊看 從來沒有跟著一起挖過 這個請各位放心 我沒有做違法的故事在旁邊觀察 做研究的關係 要不然就是常常要吃聖山裡面去抓鬼 每天都跟這些鬼打交道 所以 我幾個研究生也跟我去 之後就每一個都中標了 目前為止唯一沒有中標的就是我 可能如果人力比較硬 我那些學生都被一些鬼附身了 然後三星八月在那邊叫叫叫叫的 所以我後來也真的怕 我真的害怕 所以我後來也不錯了 因為實在是 身為一個老師 把學生帶去那邊做研究完 然後每一個都被附身了 然後回來了 那就怎麼辦 老師承擔不起這種責任了 OK好 所以 我那個學生就跟我講說 老師真的太危險了 你不要命了嘛 一抓到命就不見了 所以就很麻煩 很麻煩 OK好 那 我剛剛在講說抓鬼的事情 這也是我第一次去抓鬼的 這個是我在印尼伊斯蘭大學的學生宿舍 那他們學生宿舍就一直都都在鬧鬼 就是這間宿舍都會看到 以前這間宿舍一直在鬧鬼 然後 本來他們都是找伊斯蘭教的教長 伊斯蘭大學嘛 怎麼可以找巫師 不行啦 而且是國立的伊斯蘭大學 所以不可以找巫師 一定要找伊斯蘭教長 可是伊斯蘭教長好像沒什麼用 就一直都沒有辦法處理好 後來就找了巫師 那巫師來了 然後那個巫師剛好是我的師父 所以我就跟著他們去抓鬼 OK好 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看他鬼 OK 那這個是我們用那個那個小小的那個叫什麼 摄影機 那個偷拍這個攝影機 拍的 因為我們是在隔壁 隔壁房間 對隔壁的宿舍 然後用那個偷拍的那個攝影機拍的 OK 他更會可以看一下一下 女生如果怕的就不要看 我直接進去看 好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因為有音樂之前 我在一些音樂學院組長座的時候 然後很多女生都很好奇想看 看完之後 那天晚上就 好幾天都不能睡覺 所以怕的我就不要看了 好 我先說了 好 我先說了 好 我先說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再看一下 你沒有按摩 有了 OK 好 這個就是我們 當時 因為我在現場 所以我不得不醒 因為我就在現場 我就盯著那個 monitor 很想大叫 對了 可是我不能叫 我不能叫 OK 好 所以我說 這是我這邊是第一次看到鬼的 滿好玩的 好 好 那我剛剛講 那個 巫術是 是 在印尼是 抓到是唯一的行動 可是很好玩的是 巫術又很普遍的 在印尼很多的一些各個的社會 階層都有 滿好玩的是 印尼有一個宗教學者委員會 這個是伊斯蘭教的 然後他們說巫術是非法的 好 所以 絕對不可以有術 不過呢 這些宗教學者委員會裡面的委員呢 自己常常去跟他有術 這怎麼解釋 這怎麼解釋 所以 好 所以我為什麼會講說 在每一個不同的階層 都很人形 它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好 各位看到了 那個巫師的頭 被用一個竹子 頭被砍了之後 用竹子插上去 各位應該沒有看過這種事吧 然後 當時死了是幾個 這些巫師 那 警察還有沒有用 沒有用 也不知道要抓誰 因為他們是集體的 集體一起砍這些巫師 所以到底是誰砍的 所以 都無罪 你們不知道要抓誰 OK 而且 他已經快要變暴動事件 他已經就是一場暴動了 在1998年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巫師所造成的一場暴動 警察 部隊都介入了 可是 也沒什麼用 最後就不了了之 然後那二十幾個巫師就白白的死了 剛剛我們也看到那個摩托車山圖 這個就是一個 蠻悲慘的一個事件 然後 所以 這種巫師 巫術在意裡面非常的不片 那 當然 因為我是學音樂的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 就會把 一些在整個巫術治療的過程裡面的 可能的一些聲音 聲音 也會把它拿入來 做一些研究 好 那 我剛剛講 印尼的巫術可以分成 白巫術跟黑巫術兩個系統 那白巫術是比較好的 他是做一些民俗醫療 然後會幫人家算命 或者是求愛 比如說 你喜歡哪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不喜歡 也沒有關係 很容易解決的 各位進去可以來找我 我講你怎麼處理 是有辦法的 我就講我那個師父好了 他 之前我去找他 跟他開始學業的時候 他已經78歲了 可是他有個老婆 19歲 七十八跟十九 你那差是多少 那個比阿公可能還要老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小女生 是日本人 日本女妹 然後一心一意要嫁給她 可是這個我們那個師父 根本不認識她是誰 可是硬要 從日本跑到硬要去嫁給她 然後不嫁她不行 因為她不想回家 就是黏著那個老年人 那老年人根本沒有牙齒 掉光光 這種老年人 你會真的是真愛嗎 問題是他們也不認識 那怎麼一回事 而且我到我師父大家去 我就看到那個老婆是在 說給我多好 開玩笑的 純粹開玩笑的 怎麼 所以我就問我老師說 老師你是怎麼辦 你要嗎 我教你 這是有辦法的 有辦法的 所以這個是求愛的方式 這叫求愛嘛 我也不知道什麼算求愛 所以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反正它就是發生的 它就是發生的 OK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理論上因為印尼 它是一個一神教的一個世界裡面 那我是說伊斯蘭教 所以照理來講 這些穆斯林他們應該 就是說不去做這一些 傳統的巫術 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 太多太多的印尼人 他們常常都是去找巫術之兵的 好 但是我們講的這個是白巫術 它還有一些是屬於 我在想要說巫術 我們剛剛有提到為什麼 這些人還是老是喜歡去看巫術 看巫術當然前提它是宗教 也就是說前提是你信 你信 所以通常在印尼的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 你都會相信有祖先的靈魂 相信一些精靈 相信這些傳統的這種宗教的信仰體系 所以這是很多人他不去醫院看醫生 他相信神 他相信這些祖先 他相信這些精靈 會來幫他治病 所以有很多的人是屬於這個體系的 第二個 就是費用 因為醫院基本上他還是比較窮一點點 可是你如果到 西醫院的話 就比較貴 他們真的是看不起 他們太窮了 看不起這些西醫 OK 好 所以很多人也因為這個樣子 就不去醫院看醫生了 去找物是比較便宜 那怎麼樣的便宜呢 有錢你就給錢 沒錢不給也沒關係 沒錢的話把你們家的一隻雞 帶著去看醫生也就好了 或者是把你們家後面的菜園裡面的一些菜 你要去找物是 就當成是醫療費用 就可以了 沒有也沒有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真的是沒有錢 他們就寧可去看這些物術 再來就是他們常常會碰到很多 不知名的一些病重 然後西醫根本就醫不好 怎麼醫都醫不好 怎麼辦 所以就會去找 那我曾經看過一個病例 確實是讓我也有一點點壓力 因為有一個女的警察 他得到腦瘤 那我看到他帶去給我師父看烏衣的時候 他是整個人躺在那個門板上 他們就用門板 就扛到我師父那邊去 我師父就幫他念經 念伊斯蘭的這些經文 然後畫了符 叫他拿回去 每天幫他念經 他是說你一個禮拜之後再過來吧 好 那 那這中間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把這個病患的名字 那種名字 那種名字 拿以疼痛 還有他父母親的名字 還有聲稱 寫在 畫在一張紙上面 然後就畫符 然後就把這個符呢 就綁 一頭羊的 鏡子那邊綁在哪裡 然後每天我那個師父就開始念經文 那個羊好好的沒事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 他死了 OK 然後 那個女警來了 基本上是人家扶著他走進來的 很奇怪 然後我那個師父 就直接就請他的幾個土地 就把那個羊的那個頭 打開了 然後去看 哇 裡面有 我沒有看過人腦裡面 都應該是白的吧 是不是 那些腦家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人的 可是那個羊的 那個都是白的 那裡面就有一個地方 很黑很黑很黑 對 很硬很黑 很黑 然後 我師父說 我只能說他說 他說 因為他本身把他的腦瘤移到這次揚成這樣 那你信還是不信 我信 我信 對嗎 我也不信 我也不信 可是問題是這個女警 好了 再一個禮拜 這個是我看到的 如果是我親眼看到的我才會信 剛剛我是不信的 所以你到底要信還是不信 我不知道 所以我剛剛不是想 信不信有你 我只講我看大的現象 就這樣子 OK 好 所以有一些不知名的或者心理 他可能沒有辦法治療的這些疾病 就往往會去找這些無視來處理的 所以我們去看這些病人 大概是 這三種 這三種病人 是 會去看這些無疑的病人 大概都是屬於這一些 好 好 那 再來就是我們講到黑巫術 在印尼的黑巫術大概有兩種 大概有兩種 一個是 那個 Sikhir 那第二個是 Boo 那Sikhir呢 他通常是用來殺人的 或全身浮腫 那 比較常見的就是 他會從他的腹部 會找到很多的刀子啦 或者一些針啊 睡玻璃啦 或者是動物的食屍啊 會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剛剛講的 我沒有看到我就不說 我現在是講我看到的 就是這個女孩子 這是真的女孩子 這是他的照片 這是一個故事 這個女孩子呢 其實他原來有個男朋友 跟我講完了 不要會害怕 最近他上電視常常播 情商 這個也類似於情商 這個女孩子他有個男朋友 他兩個人都想結婚啊 結果他媽媽反對 就一定要這個女孩子 其實這女孩子長得很漂亮 所以一定要嫁給另外一個男生 那一年很保守 女生沒有辦法 只好嫁給B男 然後離開M男 離開他原來的男朋友 這男朋友 很傷心很難過 他受不了 他失去女朋友的結果 所以他就說 他就去找牧師了 他在跟牧師講 他想 跟這個女的一起死 可是他怎麼死 他想要讓這個女的 一懷孕就流產 一壽命就流產 一壽命就流產 一直到牧師 那個巫師說 你是說真的要這樣 你真的要這樣做 那禮物師就會這樣 如果要這樣做 當然我可以做到 可是 你拿兩個東西來換 一個就是黃金 一個就是你的靈魂 哇 呃 這個就麻煩了 那 黃金不可能 那這很好靈魂 那 如果 我 我那個師父就跟他講說 你會死 只要這個女的死的時候 你也會死 好 好 那男的就說 反正我也不想活 他願意 好 那 他就真的做得無數了 好 等一下 我再給各位看 一點點的多無數 好 我也拍一點點 如果我跟各位看才對 裡面的下段就好 好 結果咧 那女孩子 在一個晚上 肚子 從很小 突然變很大 一個晚上 就很大 然後後來送到醫院去了 然後一打開 他的子宮裡面 全部是鐵地 全部是鐵地 他送去的不是一般的醫院 是荷蘭人開的 在四水 那一邊的一個 荷蘭人開的西醫 就是西醫的醫院 一打開那個子宮 全部都是鐵地 鐵地 鐵地有什麼方法 可以進入到子宮嗎 進入到胃 我可能可以理解 是吧 可能吐鐵地 它是什麼 子宮要怎麼弄進去 我不知道 然後西醫的醫院 一打開完 全部都是鐵地 你知道 那個時候 當然我進不了手術房 不過那個西醫的醫生 就把一盤子的鐵地 拿出來 看了 我不知道那種感覺是什麼 我那個時候 我看的時候心裡很 受不出話 OK 就是這個女孩子 我們來後施 OK 好 那 這是 Sahir 這樣的一種武術 第一個種呢 是還好 比較小型的武術 它會 使受害者 它會突然耳聾了 或者突然失禮了 或者毫無緣由的 一輩子就癱懷發抖 等等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這裡提到說 黑烏術啊 它是充滿一種 宗教神秘的氛圍 甚至會讓人 產生恐懼的一種 心理感受 所以 在印尼 其實我們在講說 烏術 是被判唯一的死刑 通常比較指的是這一種的 那這種 白烏術 很多警察 只要你跟他做得過分的 他們就真一隻人 真一隻人 就沒看到 黑烏術就 就常常會鬧得 整個社會大亂 所以 黑烏術的話 才是 就是一名警察真正要做他的這一個部分 那之前我們剛剛講到 白烏術原來的案件 就是黑烏術 好 這個就是我的 我還有幾個師父 這是我比較年輕的師父 跟他學 背著他 去過他死人骨頭包 那這裡講到說 烏術的養成 當然烏術的養成大部分 都是世襲的 大部分就是爸爸跟爺爺傳爸爸 爸爸傳兒子 兒子傳孫子 這一種方式 比較多 可是也不見得 也不見得 當 而且通常是男生 比較少母生 去當母師的 那如果家裡面剛好生的 都是女兒的時候 就有點麻煩 所以我很少看到女巫師 可是也有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巫師 他就會傳給外面的土地 他不見得傳給自己的兒子 或女兒 大家有時候就不傳給土地 這些巫師 他們就要做很多的苦行 包括一些進食 或者不睡覺 或者很多人就跑到深山裡面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 去修一些工作 所以特別是1998年那一次案件之後 很多巫師都跑到深山裡面去了 所以後來我在做研究的時候 不得不得不都只能 只能到深山裡面去找這些巫師 OK 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一種 巫術的系統 就是叫攪攪共 攪攪共這一種巫術 那這種攪攪共的巫術 大概可以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沐熊武道 第二個就是像尼亞布局 第三個階段就是所謂的 真正的所謂的攪攪共 開始增行 進行治療或者開始進行害人 真正要是施行的 是施成第三個階段 通常 警察開始抓就是從第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沒什麼 在印尼常常有這種驅鬼 騎服 都會有的 JANARAN JANARAN 這個是屬於入神武道 這個沒有什麼 警察通常不會抓 可是如果你是進入大尼亞國土的話 警察就會來關心 警察就開始關心了 因為比較少了 而且通常要開始進行什麼宗教的儀式的時候 才會 或進入這種巫術的系統 他才會做尼亞國土 那講的東西更不用講了 OK 好 那各位看到的這一個照片 左邊是我拍的 就是左手邊 這一個是我一個師父 右手邊是他的徒弟 他背的是什麼 他背的是一個鬼娃娃 那這個鬼娃娃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得到那個照片 這個鬼娃娃是 他們 等一下我再講他怎麼做 他是先把鬼娃娃放在墳墓 墳場 一定要放隔夜 去吸收藝氣 再背著他 背著這個鬼娃娃 到一個場地 專門進行那種 他沒有鬼娃娃給蓋起來 你看 都可以看得到他是在馬路上走的 怕他嚇到人 所以他們就沒有鬼娃娃把他蓋起來 好 好 那 所以會進入三個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 就是說 這是我的入神五道 這個入神五道呢 通常他就是在迎接村落之神 有一點類似我們台灣的土地公 就是你在這個村子裡面 他會有這個村子裡面的土地公 那他會先請求這個土地公 這個山山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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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允許他們迎來很多村子裡面的存仙的靈魂 或者是說 這個村子裡面的一些動物的靈體 然後來保護這個村子 或者是說來驅邪 他會第一個先做這個 這個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開始進入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他會祈求一些靈體的祝福 然後藉由這個靈體 進入到這個鬼娃娃 那個娘不如就是這個人偶 這個鬼娃娃 讓這個鬼娃娃 藉由這些靈體 當然我們這裡寫的是女性 其實不一定 我想女性是因為我們上次做的 因為 因為 不是我們上次 我那個師父做的 我們好像我參與參與 因為她是要 那個男女 剛剛不是講那個小男生嗎 要害她女朋友 讓她死嗎 所以她就不需要 你一個張目的 OK 所以她找的是女性的靈體 所以我這裡寫的女性靈體 是應該以我那個作品 也給那個案例來講的 然後我剛剛講的 她要去吸收 她分享 去吸收這些靈氣 然後讓這些 靈體附身在這個人偶上面 OK 好 那我這裡講到這些 鬼娃娃到底是怎麼做的 先講身體好了 身體她通常都是 鬼娃娃通常都是用 你竹子去編織出來她的身體 那這個竹子 她必須要是在兩條河流 兩條河流交界的地方 然後那個竹子 竹子垂下來 那竹子很高 很高的竹子她垂下來 那最高的那個地方 她垂下來之後 她能夠碰到水的 這樣的竹子才可以做 所以也不是一般的竹子可以做的 所以其實她要求她是很高的 因為這樣的竹子是最硬的 硬到不能再硬 所以 很多人喜歡買房子 買在河流邊 是不是 可以啊 可是盡量不要 買在兩條河流交界的地方 你買的 嗯 好 因為那個地方是最硬的 可是 不知大的人 可能很喜歡買在那種地方 最能 很漂亮 看那個夕陽 你跟三十兩條河流交界都很美啊 對啊 可是那邊是最硬的 OK 好 所以她的身體是用在那樣的竹子邊的 那 她的頭部就是用椰子殼 和椰子殼 去做的 好 那 頭髮呢 就是我為什麼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我要去挖死人的屍體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她必須要找到 剛好那一天 白天有人過世 然後送上山頭去買的時候 那一天晚上去 去把那個頭髮拿過來 所以就是說你要知道 這些當務司的人要知道 隨時隨地要知道哪裡有人過世 而且她知道那個是男的還女的 屍體是男的還女的 所以當天晚上就必須要去到幕 去把她頭皮給割下來了 因為剛剛過世沒多久 各位知道穆斯林 過世要很快就要入障了 大概大概 還是兩天還是三天就要馬上要 這樣子很快的 所以都滿新鮮的 所以那個頭皮跟頭髮還是很完整的 然後把那個頭皮給割下來 然後把那個頭髮放到那個椰子殼上面去的 好 所以那個靈體它就分成是男生和女生 男生的靈體呢 他們就要講兩個 女生的靈體加了他們叫Ninidork 那 他們也會去這裡要講她皮膚 他們要去找墓地的這些死亡者的皮膚 或者爬去拿一些蜥蜜的角來製作人偶 好 那 當然 這個 還有獻祭 那個要有血 那血的話就必須要用那個男生的 那個男生不是要害死他女朋友 就是那男生必須要擠一些血出來 就是要把他的靈魂給獻出來 然後去做這些儀式 當然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還有很多很多的這種薩滿 這種巫術系統裡面的這些經文 好 OK 好 好 這一個是 各位看到這個照片 那個手是我的手 這個是我師父他拍照 他拍的那個照片 因為他做的那個人偶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照片裡面的這些信念的腳去做出來 這是他做的 OK 好 好 那 這種照片它就可以分成好幾種不同的數據狀的儀式 它可以分成普遍型的中等的文顯型的這種照片 普遍型的就是比較簡單 普遍型的就是比較簡單 通常 而且大部分也都是拿來做 醫療的白無處比較多 比如說你瘦有那種 思驚那一種的 或者是一直在空的 高超不退的 這一種的 是比較簡單的 那通常這個就沒有太複雜 用一些 聖水 藥草 花卉 來做期待 然後那些輕輕的就 好 像這一種還有很多 我在那邊 這個田一調的過程裡面 我常常看到的是 警察 警察在抓牧師 可是警察跟牧師配得很好 所以我不太懂 這應該也原來什麼 就是警察要抓黑道 台灣也是這樣 警察要抓黑道 可是黑道跟警察往往自己提的 他們也是類似這樣子的 所以他們那邊警察 那個警察常常要抓犯人的時候 都會去找物資 幫忙協助他們去抓犯人 這蠻多的蠻常看到的 好 第二種就是 你又比較嚴重的 你可能要用動物的血 或者靈魂來做幾皮的 那這個通常都是一些 要治療疾病也可以 可是通常都是比較重症的這些疾病 那第三種就是要害人的 這是危險的 那通常大部分是黑霧鼠 大人的黑霧鼠 這個牌用的就是要有王者的母頭啦 皮膚啦 我剛剛講的心意的這些腳啦 還有人血啦 獻祭啦 等等 甚至我聽過一個 一些就是 你死了之後 然後 也要被 未來也要被提供你的身體 來被做鬼鬼娃娃 好 這些條件 都類似這種條件 都有 所以都可以定得到 當然這一種 危險性非常非常的高 好 好 那我接著下來就快一點 我們再講到 他們剛剛講到的三種工程 那第一個就是陸神舞蹈 那這個陸神舞蹈裡面當然 他們也會用很多的音樂 然後回去祭拜這些神 然後會有一些人開始跳舞 跳舞跳到一半的時候 開始這一些祖先或者猴子 老虎 大象的那個靈體 就會附身到這一些 這些巫師的身上 那在這整個儀式裡面 他會有很多很多的音樂 會在這裡面的 他大概可以分成幾種 第一種就是 儀式還沒剛剛開始 他只是吸引很多很多 村子裡面的人過來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開始 這一些舞者會開始 剛剛開始 他就開始會在那邊跳一些舞蹈 那第三種呢 第三個階段就是 這一些靈體開始附身了 所以會有經過三個不同的階段 那三個不同的階段 他使用的音樂也都不一樣 也都會不一樣的 剛剛開始只是 還沒有儀式還沒有真的開始 所以他所使用的音樂就 很雜很雜 只要能夠把人吸引過來的 好聽的 基本上就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這一些音樂 好幾點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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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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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土 非常非常土的一些音乐形态 你说它土吗 这种音乐 它其实是葡萄牙人 曾经之遇过印尼的时候 然后带到印尼来的 然后现在印尼有葡萄牙没有 没有这种音乐形态 那这种是一个比较民间系统里面的 那这个也是 对不起 因为录的都是现场的 现场录的 所以整个效果不是太好的 我们看一个影片的 好的 这个也是现场 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要开始 做那一种 仪式之前 然后会有一个这样的乐团 先唱这些歌曲 那好玩的是 这些歌曲 都是仪式兰歌曲 都是仪式兰教 可是仪式兰教 就是仪式兰教 在仪式兰教里面 祈求贞主阿拉保守 穆罕默德他们一家人 的这样的经文 OK 这个赛赛先生 他现在唱的是双拉瓦腿 那 这个团体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叫恩哈纳吉普 只要你是去印尼 一讲到这个团体 恩哈纳吉普 没有人不认识的 只有写他们的受伙式论文 应该不下二三十本 受伙式论文 去研究他们这个团体 所以他们这个团体也很奇怪 可以做到这样子也不容易 让一堆学生去做他们 也不容易 所以你会发现到 来听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 他是一种诗歌的 如果要讲仪式 那个基督教的话 有点点类似在 诗歌的步道大会吧 有那种感觉 可是重点是 他等一下要做的是 那种无数 这个就会比较习惯 那因为在印尼 太多人喜欢听他们唱的 所以就往往会 被拿来当成 那种吸引环种的 然后各位听到这个曲子 会不会觉得 好像有点点 恶熟 或者 因为他是香港没有那种 那种 武打电影的配乐 旋律 可是呢 他把他填上 以示篮这样的歌词 所以又很奇怪 所以他 他中国风很强 OK好 所以那个曲子是刚刚开始 在吸引人家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常常用比较传统的 一种演出方式 那就是一种 不断反复的节奏型 因为这样子的话 OK好 因为他是一直反复的 我想各位是学医的 这样 你重复之下 听 一个音乐的时候 听到最后 就会帮助你 催眠 进入我们催眠的一些状态 因为他一直在重复 没有任何的什么 其他的旋律 那 在这样一种 不断反复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开始 慢慢的 这些理体 就会开始进入这些 舞者的身体里面去了 OK好 那 接着这个就是 就是他进入第二个阶段 叫尼亚布里 那尼亚布里的时候 那尼亚布里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一个 等一下 會有那个 灵体 那个鬼毛毛 他就会进来了 那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 小朋友 还有 婦女 因为他们迎接的是 一个女鬼 OK 所以 所以基本上就請這些小朋友跟婦女來演唱這些經文 然後跟那個女鬼玩 讓女鬼比較容易的能夠進入到現場來 OK 那我剛剛講的這樣的一種儀式 它是在法律邊緣的啦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民俗活動 可是它確實要準備進入開始最無數的一個前仗 所以通常在舉辦這種活動的時候 旁邊都是警察 或很多警察在那邊看 因為他們就怕我們會有第三個動作 那這一個是 是現場 好 我們只是簡單的看一下 因為它蠻長的 蠻長的 好 那 那我們剛剛講一下說他們唱的大部分是俄歌 好 那我們就把來聽一下 這個是現場 現場 儀式現場 錄 好 那我們就把來聽一下 OK 好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一些其實都是兒歌 所以剛剛第一個聽到的那一個是經文 可是第二個現在是外面唱片行有在賣的兒歌 是你跟著去聽 那那個旋律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它跟詞不一樣 它跟詞不一樣的 因為一個是經文一個是兒歌 所以它跟詞不一樣的 好 那這些兒歌在印尼都非常有名 大家都在唱 好 所以我就拿了一個我們學校 因為我們每一年都會送我們的學生去印尼 去那邊當交換神 去那邊讀書 去那邊學語言 所以我們同學也會去那邊學一些樂器 學樂器 然後他們就把這些樂器學回來台灣之後 他們就自己組樂團 自己組一些怪怪的樂團 想像這個日秧人兒 這個名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日秧人兒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叫這樣的名字 後來我們那些同學 真的是年輕人 很有創意 他後來跟我解釋 他說日跟秧合起來叫什麼 印 人跟兒 你拿走一片呢 印尼 印尼 天啊 這總是因為原來是這樣命運的 原來這樣叫印尼 它這是一個來自於印尼的這樣的一個世界樂的樂團 可是事實上它是真的完全印尼嗎 其實不盡然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用日本的池巴 又有印尼的安格隆就是竹筋 然後又有小提琴 用它一些幾幾塊的樂器 混在一起 各位可以聽到這個就是剛剛那首兒歌 一模一樣的 OK 好 就只是讓各位聽一下 這個是第二首的兒歌 這一首呢 更有名 在印尼更是有名的一首兒歌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印尼人說 這一首兒歌是一個伊斯蘭教的聖人寫的 是因為神都特別喜歡小朋友 所以呢 這位聖人就特別寫了一首兒歌 給印尼的小孩子聽 所以這首曲子 你說它是兒歌是 因為印尼每一個孩子都會唱 可是呢 因為它是聖人寫的 所以它又算伊斯蘭的歌曲 伊斯蘭的這些聖人的歌曲 所以你說它是宗教音樂也可以 可是你說它是一般的世俗的兒歌 那也可以 就看你 看你怎麼看 所以 這首兒歌在印尼應該是最有名的一首兒歌 現在再又把它 現在各位聽到的是 在唱片上買了大的人歌 可是剛剛聽的那個婦女唱的是 因為它是經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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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首在印尼非常有名的歌 是各位會覺得這個 它不是印尼文 它是爪哇文 就是類似台灣的台語 客家話 它不是台灣的國語 它不是印尼文 是那個爪哇語 所以就看得有點一樣 爪哇語很難 印尼語大概是全世界最簡單的語言 很容易學 可是爪哇語超級難 爪哇語分三個不同 就是會族平民跟努力階級講的話是一樣的 而且哪一個階級再分三個階級 所以爪哇語總共分九種 九種的爪哇語 那不同的人只能講哪一種爪哇語 所以蠻難的 現在大概很難找到九種爪哇語都會的人 不懂 不好意思 請問 像日本的禁武是有武士啊 貴族那種階級的啊 還是可以追溯到總姓制度 它就是總姓制度 其實因為他們是 印尼我剛剛講過他們過去是新南印度假的 他們完完全全是受到印度假的影響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階級之分 那和日本人殖民應該多少有些關係 沒有 沒有十有關係 因為日本在印尼殖民只有五年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影響 應該講名字的影響 好 謝謝 好 好 那 這個就是 我們那個師父開始要做一些 那個腿娃娃 這個就是 那個 那個想不開的小男生 然後他要用去把他女朋友給害死 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執行的那個過程 我們把它拍下來 因為要做這個很麻煩 因為他必須要在三星半夜 因為白天一定會被抓 而且白天也不太容易引那些靈體 所以一定要在三星半夜做 而且通常會跑到深山裡面 在深山裡面河流邊 才比較方便去做這樣的一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些是我的學生 他們要拍照 可是拍照過程裡面 又不能用閃光燈 所以就不太好拍 整個效果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OK 好 那 在做這樣的影響的過程裡面 他們一定會念各種不同的經文 那經文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個是在 有幾種不同的經文的類型 那不同的類型 就會為了不同的目的 然後念不同的經文 我想這個就各位腿上瞄一下 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應該不用你們給太過分的去解釋它 我倒比較有興趣是跟各位介紹 他這個 鬼娃娃 旁邊有 各位可能會有 有用那個繩子 用麻繩 從四面拉那個麻繩 因為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有那個繩子 那邊還有繩子 他就一直綁兩條而已 那為什麼要綁這兩條很粗的麻繩 是因為 等一下那個鬼娃娃 就跳出來 飛起來 開始亂撞 所以他很害怕那個鬼娃娃跑掉 那一跑掉的話就 就會很麻煩 就會很麻煩 就會害到別人 所以他們就 一定要用這種 蠻好的這種麻繩 去把它綁住 他們開始在點香 然後開始會跟那個鬼娃娃聊天 對 讓這個鬼娃娃聊天 然後要這個鬼娃娃 等一下幫他們做 什麼事情 然後讓這個鬼娃娃 跑到那個女生的身體裡面去 就害死那個女孩子 這樣的一個 那個杯子裡面其實 都是那個小男生的血 那小男生比較 就是弄很多的血 然後做為仙蹟一樣的 就這樣 可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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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在一個路深 他就跟著我們去做田園 然後跑到墳墓堆裡面去 然後因為有些墳墓才剛剛挖 然後其實也不能講剛剛挖 應該是已經挖起來了 裡面沒有了 就原來是有濕層在那邊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在墳墓墳場裡面是不可以點燈的 你只能靠月亮燈光 那我們同學為了要拍照 不小心就疊到那個墳墓坑裡面 就完了 就很重要了 所以蠻麻煩的 後來我們也請人家做法 那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不說了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 牧師他們的一個情形 好 那在印尼裡面 印尼他們有各種類似的 跟音樂有相關的這些 有些宗教儀式 當然經文是一個最重要的 經文是最重要的 那每一種樂器 他們也都可以達到某一些 醫療的這些效果 不同的樂器有不同的功能 這或許就是我們講說 類似有一一點點 類似那一種 我們講就是說 法器吧 我們道教裡面常常講什麼法器 法器跟樂器其實不太一樣的 通常法器是比較屬於節奏型的樂器 節奏型的器具 宗教性的這種器具 樂器它通常都是比較旋律型的 這是在中國是這樣子 或者在台灣是這樣子 那在印尼呢 也差不多 印尼他們不盡然是如此 可是印尼它會跟它的 所謂的吊飾系統 那再講下去就是很多音樂的 我就 音樂也不是學音樂的 我就不講太多了 就是說 在音樂的體系裡面 各位如果去 有機會聽到印度的音樂的話 印度的音樂不能亂演奏的 哪一個時程演奏什麼樣的吊飾 它都是固定的 你不能把錯誤的實質 錯誤的吊飾用在 哪一個某一個時程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宇宙就會亂掉 那你宇宙一亂了 就會出事了 要嘛生病 要嘛怎麼樣 那時候就會很麻煩 非常非常麻煩 這是印尼他們的一個文化體系 那印尼他們也受到 印尼這樣的一個影響 所以儘管我們剛剛講到說 大部分的樂器是屬於大直線的樂器 不過也不盡然 也不盡然 有很多的一些樂器 其實它是用在宗教語氣裡面的 可是它卻是屬於一種旋律型的 這樣的一個樂器 也有的 另外一種在印尼很普遍 我們也常常可以看到的 就是有一種叫乳瓦旦 乳瓦旦呢 它是戲劇 它是一種皮影系 然後它是用皮影系來幫人治病的 那它就會根據你的病況 然後決定來演什麼樣的皮影系 然後唱什麼樣的經文 就是都不一樣的 然後呢 要演這種瓦旦皮影系的達浪 達浪就是所謂的超偶師 也必須要有很好的家庭的人 才可以來演這種瓦旦這樣的皮影系的 不是一般的皮影系的超偶師就可以來演 也不行的 第一個它不能 它老婆必須要在 不能老婆過去了 那這個就不能演 它就沒有這個 反正很完蛋 或者說它的孩子 也都必須要在 對 還有 它的爸爸媽媽也必須要在 哇 這就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再來它必須要得高望重的 皮影系的超偶師 也才可以 當然它必須要有這一種 我們剛剛講到的 巫師的身份 才能夠幫人家治病 所以演佛珍也不行 所以 這一個部分呢 目前 很多學者都提到了 都提到了 可是 沒有人做 目前 還沒有人做這一方面的一個研究 那我也 還沒有做 我只是看過 可是還沒有真的做深入的去研究 不過 還好我們學下一個 博士生號 我的學生 他的博士読明就是寫這個 這就是寫印尼他們如何用羅蕃彈這樣的一種皮影系的方式來治病的 他就是專門寫這一方面的 好 OK 好 那 大致上跟各位介紹了 印尼的一個傳統的這種民間的醫療體系 然後當然我們跟你講說他跟整個宗教是有絕對的一個密切的人關係 好 所以 當然他會變成一種醫療體系 他還有一個前提 他是一個信仰者 他是一個信仰者 那在印尼儘管大家都是穆斯林 可是印尼的穆斯林 也跟 沙烏地阿拉伯 伊朗這邊的穆斯林很不一樣 印尼是一種 結合了沙烏地阿拉伯這一邊的 伊斯蘭的體系 跟那種巫術 印尼當地的印度教 還有巫術體系三種不同的宗教系統 結合在一起的 一種很特殊的 一種宗教體系 所以 儘管我們在講說 穆斯林他們都是 敗一神 伊斯蘭教是一神的體系 可是事實上 在印尼的伊斯蘭教是很特殊的 你不能用一般的 那種伊斯蘭的概念來看看 比如說 我教導會舉一個例子 在印尼有很多的穆斯林在拜什麼 在拜正和 他們在拜正和 因為他們認為 正和當時下西洋到了印尼 然後正和都知道他是穆斯林 正和是穆斯林 正和的手下也很多是穆斯林 然後他有很多的手下 後來就留在印尼 沒有回中國了 然後在印尼傳教 所以他們認為正和 對於整個伊斯蘭的發展上面 有很大很大的貢獻 所以他們就 但是我去過正和廟 我去正和廟的時候 很好玩的是 你會精神分裂 因為 穆斯林是不可以拜神像的 對不對 我們去清真是絕對沒有看不到神像的 可是正和廟裡面卻有正和的神像 木頭刻的 對 然後呢 他們用香拜拜 還有煙呼 你知道嗎 香灰 然後他把那個香灰拿起來 挖一點點香灰 再放一點點墨藝花 拿回家 泡水喝 然後洗澡 我說這不是我小時候常常看到的 台灣不就是這樣嗎 可是他們說 沒有 這是李斯蘭的宗教女士 我說見人的 見神的 不能講見鬼 韓話喔 韓話 對對對對 所以你說他是 伊斯蘭教嗎 嗯 不是 你說他是 什麼教 道教 佛教絕對不是 你說他是什麼教 我也不知道 可是應該算 應該算是印尼特殊的伊斯蘭教 我只能這樣講 他怎麼在爪哇有 呃 不是 舉國遍地 我不能這樣講 因為每一個地區 因為印尼總共有一萬七千多個島嶼 每一個島嶼它的文化系統都不太一樣 爪哇有這種現象 對 其他的地方也有 像加里曼丹也有這種現象 可是你跑到蘇門達蠟的北邊 那個亞齊神就沒有了 亞齊是一個很 很基本教育主義的 Fundamentalism 的一個地方 所以亞齊就常常想要跟印尼要獨立出來 亞齊整天都要獨立 白豪 前幾年不是有海嘯大地震吧 那整個亞齊幾乎全部被毀了 毀了之後呢他們要整個經濟重振啊 觀光啊 他沒有辦法恢復 所以只好跟印尼政府 請求印尼中央政府來幫助他們 能夠恢復 那中央政府就說好啊 我幫你啊 不過前提是什麼 你再也不准再給我那套獨立了 必須要簽那個什麼 和平協定 OK 那亞齊為了要恢復那個正常 也不得不只好簽了 所以亞齊已經很久很乖了 十幾年 十幾年 很乖了 都沒有在那套獨立了 我也不知道還會的 我也不知道 不過至少十幾年來確實是沒有的 OK 好 所以我們講說 這種巫術系統在整個印尼都很普遍 非常普遍 然後這些經文往往是人跟神之間溝通的一種工具 這種經文的唱頌 是人跟神之間溝通的一種工具 那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說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 在這一些所謂的醫療體系的這一些儀式裡面 他既然是一個儀式 是一個醫療的儀式 所以他也必然會念經文 他也必然會念很多的經文 好 OK 那只是說 他會根據不同的神 然後唱不同的經文而已 其中又以我們這裡寫他的恩歌 好 是不是 對 會受到訪問 那為什麼 因為 據他們說 是因為小孩子的 對大部分的鬼神 第一個 小孩子最容易跟鬼神溝通 第二個 小孩子對鬼神沒有造成任何的威脅 沒有任何的威脅性 比較單純 所以 所有的這一些鬼神 都喜歡小朋友 小孩子 所以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就有 他兩個的歌 OK 那當然再來就是 那當然再來就是 在這一些 羅阿旦 剛剛講到這一種 皮影系的醫療體系裡面 皮影系跟甘米朗這些樂器 也就變成是他們在做上滿的這些宗教治療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說他們這些是樂器或者它也是卡器 特別是在巴黎島 很多人喜歡去巴黎島玩 然後巴黎島有很多的這種表演藝術 巴黎島所有的音樂舞蹈 全部幾乎百分之百都是拿來作為宗教醫師用的 全部都是幾乎沒有意外的 儘管有些音樂你覺得好好聽 它還是宗教的 它還是宗教的 所以巴黎島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 好 那重點是 最後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但是很多人 特別是很多學院派的或者學科學的人 他會覺得這些巫術 亂七八糟 永遠都不相信他 他怎麼可能會治療病 頂多就是一種心理的慰藉吧 那心理狀態會影響到生理狀態 那頂多只是這樣 可是他基本上沒有辦法達到一個真正的一個意料的行為 不過 這也是我們常常講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我之前 當然我不太懂 各位 那個 Ill 跟Sick 這兩個字很不一樣 如果是學一比四十一等 應該沒夠清楚 這兩個字好像翻譯出來好像就是生病 疾病 是吧 可是事實上我聽他們講的 我聽那些有些英文講很好的人 他說No 不是的 他說EU跟Sick是不一樣的 他說EU比較屬於生理方面的一種造成的一種疾病 可是Sick呢 就比較不是純粹生理上面這種疾病的那一種疾病 它其實有更多的層面是會涉及到整個文化系統裡面所謂對疾病的概念 跟EU這兩個字就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各位可能是學醫的應該是比我清楚 那我是不太清楚 我是專門學這個的 那 所以 我很多的 相關的這些 學醫生的護理的 他們可能都不太相信 不要講說巫術了 可能連中醫可能都還覺得中醫到底有沒有尿 更何況是這些巫術 對學醫的人來講的話 可能是不太能夠接受這些東西的 可是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跟EU講了 不管他能不能真的把病人的病醫好 儘管我們也看了蠻多 確實是醫好了 只是說到底什麼原因造成醫好 這個我不願意去講 因為我不是做 用這種科學的方式去從事這樣研究的 我們比較是屬於文化面的 所以我不願意去講說 他是不是真的把病人醫好了 儘管我看了很多 好像病人真的都好了 可是 不管他是 我剛剛講的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把病醫好 可是不可否認一個事實是 這些病人 他們確實是非常相信這些巫術 巫師 而且巫師們 做了很多的 藉由這樣的一個儀式的這樣的一個構成 讓很多的病人 他的心理上面 他有所寄託 他有所寄託 然後 而更多的是一種心理上面的位階 甚至是一種希望 特別是我在那邊看到 有很多都是什麼癌症的 都是醫生這樣回去了 這種病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們不去找這些巫師的話 他們在要過世又還沒過世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們怎麼辦 到底這樣怎麼辦 他一個心理那個感受到底是什麼 當然我們現在在台灣有很多的安寧病房 可是 這樣一個安寧病房 我們還是靠藥物啊 可能跟他打碼非癌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們的心理 一定是想想 可是他們的心理狀況 到底是什麼 這個可能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對不起 不然請說 不好意思想請教一下 就是像老師提到的這個 儀式在 有沒有療效這件事情其實 有沒有要確定 那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 有沒有 老師有沒有遇到經驗是 醫師透過跟 這樣子的信仰合作 那去讓病人接受 願意接受一些藥物的治療的經驗 呃 謝謝謝謝 我覺得蠻好的 呃 過去 確實很少有這樣的案例 真的沒有 以前真的是沒有 一直到 大概五六年前 我剛剛講到的 呃 在四水那邊 那個醫院 因為那個醫院是荷蘭能開的 那個醫院裡面 他當然是完全是西醫 那後來那個醫師 那個醫院裡面 他們碰到這種類似的情況太多太多了 所以他們後來成立了一個博物館 醫學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裡面就是專門在收集 這些相關的 一些 巫術或者法器或者是什麼樣的 他們做了很多這些 相關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 嘗試這樣的做一個研究 那我知道 那五六年前開始 有一些荷蘭的醫生 開始嘗試著 跟這一些巫師做合作 做合作 然後有跟印尼政府 因為基本上 我剛剛講的巫師都是違法的 所以 所以他們這個醫院 就是特別跟印尼政府 申請的一個計劃案 那這個計劃案 是列管的計劃案 所以 這些巫師就沒事 跟這些醫生做合作的 這樣的一個巫師 他們基本上就沒事了 是可以的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了 確實已經有一些 醫生開始在做這樣的事情了 有的 那只是說 這幾年來到底結果怎麼樣 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或許 有機會的話 或許還可以再真的 再去做一些尊重 到底他們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OK 好 所以我剛剛講到 其實就是最後了 就是說 對於印尼人來講 巫師 他代表的不是只是一個 宗教醫療 事實上他是一個 爪花精神跟文化傳統的一個象徵 像比如說 我剛剛講到 那個 那個入神武道 入神武道蠻好玩的 入神武道在台灣 很多的印尼的這些所謂的外籍勞工 他們把入神武道帶到台灣來了 因為他們只有透過這樣的一種 入神武道 他們才會覺得 他們才會覺得 心裡有平安 他們才會有得到一些心理上面的慰藉 我看過兩次在台灣 一次是在台南 一次是在高雄 北部我不知道 北部我沒看過 一次在高雄 一次在台南公園 他們很多的印尼的這些外籍勞工 他們就舉辦了這樣的一個儀式 然後他們就開始 其實我應該放更多的影片 他們會開始 就是會跟台灣的那種板機 某一些層面來講 有一點像 比如說 他們會吞玻璃 他們會把那個玻璃瓶打碎的 然後一直咬 一直吞 一直吞很多的玻璃 那他就是吞了一堆玻璃 這個也都是真的 因為他就是 大家都看得到嘛 他就把那個酒瓶 啤酒瓶都打碎的 然後就是一直咬一直咬 然後就吞兩個玻璃 全部吞到他肚子裡面去了 可是跟他也好好的 好像也沒怎麼樣 我不知道 儀式結束之後 會不會好意願 這我不太清楚 不過 應該不會吧 這我不太清楚 可是它就是發生 我想這也是騙不了人的 這也是事實 所以我要講的是 不管你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不管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至少藝人他們信 而且他們已經把這樣 變成文化代表台灣來了 在台灣某一些情況之下 他們在舉行 而且更好玩的是 他們可能早上到清真寺 做完所謂的清真寺的這種禮拜 之後下午就到晚年去做 這樣的入真舞蹈 所以你說它到底是什麼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叫 OK 那至少 毫無疑問的是 對印尼人而言 它不是只是宗教而已 它是這種文化想象 是一種精神的位置 好 聽說有一些同學都學過 印尼文那麼好 所以各位應該可以看得到 對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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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但是你也會發展出 感覺算 它受到一張大影響 會感覺你的音樂 和中東世一點音樂 有滿大的差色 我沒想像你問的是音樂的問題嗎 謝謝 蠻開心的 其實很多學藝人音樂程度都很好 所以你會常常有那個什麼姓名歌唱團 姓名什麼樂團 什麼廣選樂團 陳大院就有一大堆 他們音樂能力都非常強 都是西樂而已 好 謝謝 印尼音樂其實也很複雜 你要看是哪一個體系的音樂 比如說甘美朗 甘美朗它事實上是屬於中爪蛙跟東爪蛙 還有巴黎島最流行 西爪蛙也有 可是西爪蛙比較偏向安克隆 就是豬痛情 豬子咬的那種豬痛情 那甘美朗他事實上是比較受到印度文化影響 他受到印度文化影響比較多 所以整體而言 印尼的音樂體系大部分是跟印度教是比較有關係的 或者是跟薩瑪教就是無數的那個系統有關係的 那 那因為印尼人他們很虔誠 就是早期他們都是信仰 印度教佛教的系統 好 所以當伊斯蘭教進入到印尼來的時候 你想想看 要從一個宗教信仰 要換到另外一個宗教信仰 其實是我們想所謂改宗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 就以我自己 講我自己好了 我是我們家第一代的基督徒 也就是說以前我們家都是 什麼神都拜的 媽祖也拜 關西雲婆山也拜 土地公也拜 只要有神像也都拜了 你知道 當然祖先也拜 所以當我們要改信 當我要 我是因為去美國讀書的關係 然後 要找到一個廟 很難 要找到一個廟 讓他開車開好幾個小時 等你找到的時候也不難過了 也不用去找了 所以 很多朋友就說 要不然隔壁教堂你就去吧 反正你就把聖瑪利亞當成是媽祖就好了 也差不多 我說 反正都是你的 都是女神 什麼 怎麼媽祖跟媽祖 根本對我來講是差不多的 我說我就去 去教會裡面拜媽祖 OK 可是你知道 一回到家的結果會是什麼 我不曉得這裡有沒有第一單 我媽媽就不得了了 你姓什麼 你是姓耶嗎 還是姓蔡 如果你姓耶的話 耶穌耶和國王 不是 道社 那家裡的財產你都不要拿 一塊錢你都可以拿 你給我滾出去 你不姓蔡 你不是我們家的人 完了 錢還是小事 爸爸也是大事 可是 當媽媽有這樣反應的時候你怎麼 啊 我媽媽最後還落出去很慌 臨終媽祖死的時候你被拜祖 哇 操 你怎麼不能把她氣死說 你死你也擔心 我怎樣的要拜祖 拜祖媽祖 這很難處理 你知道嗎 後來我只好拿著香跟耶和華打告 你知道嗎 要看怎麼辦 這 沒有 我只能拿一個香 看著神像 然後主耶穌 求求你這樣保佑我們家的祖先 我只能這樣要不然你叫我怎麼辦 你叫我怎麼面對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從一個宗教改另外一個宗教 那個有多難你知道 那有多少的爭戰 自己心裡的爭戰 然後面對家裡的爭戰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那同樣的 為什麼他們在印尼 可以由一個很傳統的印度教佛教的信仰體系 一下子變成全國都 我應該講說全國85%以上 都改信了伊斯蘭教 他們怎麼做 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 他們怎麼做 他們很厲害的伊斯蘭教 是真的很厲害 他們怎麼做 第一個 印度教裡面 國王死掉的時候 要了90天的禁食 這是印度教裡面有的 然後他們就說 當伊斯蘭教跑到伊尼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國王死掉要了90天 禁食 那伊斯蘭教裡面也有禁食 其實叫拉馬旦每年的9月 伊斯蘭歷的9月 伊斯蘭歷的9月也要禁食一個月 所以他們就說 其實不是這個一樣嗎 而且你們還少了60天 因為本來你們在印度教是90天 那伊斯蘭就變30天而已 是不是 其實伊斯蘭教跟印度教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改變 然後他們更厲害的是 他們把在演奏祭神的這種乾美朗樂器 拿來祭誰 祭真主阿拉 各位知道嗎 拿祭拜 印度教的這些神明的這種音樂 拿來祭拜真主阿拉 這你知道 那個 沙尼阿拉伯 他們是正統伊斯蘭 是不可以有樂器在整個清真寺裡面做祭拜 他們是不可以的 可是印尼人說沒關係 他們把拿那個祭拜 印度教的神的這些樂器 全部拿來 在清真寺裡面做 對於印尼人來講 一樣阿 對吧 所以 更好玩的是 他們會用皮影戲來演莫函默德的一生 因為他用皮影戲來演莫函默德的一生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跟我們家的牧師講說 牧師你知道為什麼在台灣的基督教 目前信仰的人那麼少嗎 現在台灣信仰基督教的其實都要有5%啦 其實包含天主教 合起來大概只有5%的人口 為什麼會那麼少 我就跟我們牧師講 簡單很簡單 第一個 我們讓聖母瑪利亞穿媽祖的衣服 第二個 我們就刻個神像 刻個耶和華的神像 拿香來拜 第三個 我們可不可以用布袋戲或者皮影 那個叫什麼歌仔戲來演耶穌誕生 現在耶穌誕生都要 每次聖誕節的時候都會說什麼 教會裡面好像要演舞台劇有沒有 什麼東方山博士來了 就是要演舞台劇 為什麼我不能演布袋戲 我們布袋戲來演耶穌的故事不是很棒嗎 對不對 為什麼教會裡面一定要彈鋼琴我也搞不懂 這裡是台灣 我們應該用南館 對 小阿道他得 是嗎 我們用南北館來唱聖詩不是很棒嗎 我跟你講如果這樣一搞下去的話 還會一堆人全部改信 那個聖父教我們 我媽媽絕對馬上改信一下 因為反正一樣拿香在拜 只是拜的是 他也搞不清楚耶穌耶和華 跟土地公關聖地軍有什麼不一樣 都一樣 反正五行的才拜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還蠻聰明的 我們牧師就是想不懂 想不懂 因為他 牧師應該再教練一下 對不起我這樣一講 馬上那個基督徒一定打死我 我現在是半信半疑 因為自己做田野的心態 是因為我私家推遲的教會 那我牧師是香港人 那去年選舉前 他一直在問 他牧兩次凡 一個禮拜來報道的 說要是真的同志來交換會怎麼 我們要怎麼面對他們 我們要怎麼和他們傳福音之類的話 他是香港人 我覺得他唱歌就 考慮就很特別 我們去年的聖誕節都有 因為導演是我們文化的學長 他是戲劇戲 他就 然後他就 請一個編劇 你是文化的 對 對 然後他就請了一個編劇 也是弟兄 然後他就演了一個同志的出櫃的戲 然後說全家朋友的故事 所以我 雖然是個愛 在我家鼓勵一堂 但是我會很感動 雖然還是擔心擺 因為 我現在念聖經 我是在讀 信仰哲學 或是科學史那部分 因為我會覺得 在啟蒙前的那個歐洲時代 他們是有信仰的 不會是信 不管猶太教 還是天主教 還是新教 所以我會覺得 那個對我而言是有 那種本體論 Antology 是有點 不然我覺得 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你要去 研究上面的問題意識 或是那個 研究動機是什麼 嗯 好 所以沒有問題 分享 不過我還有跟 唸古 唸古哲物啦 唸話詞啦 因為老師是佛教徒 你堂下來對不起 國安音學院有地理性嗎 我是文化的 我只是來 公開演講 喔喔喔喔 所以你不是 你不是國安音學院的同學 我們也是在在時光的場所 喔喔喔喔 對不起我問會了 為什麼國安音學院還有地理系 醫學地理嗎 有 師大有老師在研究 是嗎 醫生是這樣 好 還有嗎 還有什麼問題嗎 各位小弟有興趣的 謝謝老師 先問一個問題 是 因為這個鬼娃娃的事情 印象太深刻了 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對他本身 因為他好像最後還有一個保護他的一定事 他不能受傷害 是嗎 那 可是 做這樣的一次對他本身 又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 說的好 這個是好問題 其實這也是我應該要問我們師父的問題 第一個是 怎麼講 當然這是我老師說的 那你要看你怎麼想 對我老師他是覺得說 第一個 你知道 要成為一個巫師 之前 他們會有很多的發誓 比如說 比如說他們可能一輩子會很窮苦 聊到 或者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不結婚 或者是怎樣 其實大部分的巫師都蠻慘的 像我那個老師 雖然他有九個老婆 可是呢 他們家 那是草房 就是那個稻草 蓋的 他的地上都是泥土 他們家 根本沒有那個地板的 就是泥土 所以他們家窮到真的是不行 可是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九個老婆 窮到不行 那到底是什麼 養九個老婆 他說那很容易 只是吃飽而已 所以很多人來看醫生的人 都會帶菜啊 帶雞啊 所以他們家 不怕沒東西吃 每天都有人帶菜 帶雞肉 各種肉 各種菜都他們家 什麼都缺 就是不缺菜 不缺吃飽 對 OK 好 那 所以第一個 他們本身就已經夠窮了 已經真的是都 家庭環境都很不好 很不累的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也不必怕他們多 第二個 他們說法 都會信也好 不信也好 他說 他說 如果你能夠解決了這個年輕人心裡的痛跟痕 這到底是做壞事還做好事 儘管他死了一個小女生 可是如果他還活著 他不希望他殺更多的人 會害更多的人 那與其這樣子 我還不如 嗯 割不割動我 等我認識吧 好 所以 我們可能覺得他是在做壞事 可是對 我老師來講 他覺得他是在做壞事 這個是價值觀 真的跟我們差異很大 真的差非常非常的大 有文化人類的素養 過遠之中的基本單位就好 所以你說的好 我突然講到一件事情 前28號 4月28號 我在文化部 因為我是文化部東南亞文化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那那一天我們在開文化部的一個會議裡面 對不起 那個是那個諮詢委員會裡面講了一些話 有一些委員講了一些話 對我可能也會覺得不太好聽的話 他說 那是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一個學者 他是馬來西亞博物館的館長 他說 全世界也只有台灣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如果講的你們跟我講 他說全世界也只有台灣 污名化檳榔 說檳榔吃了之後 會得口腔是不是 那是原住民的檳榔 OK 所以我們 他說全世界也只有台灣 在污名化檳榔 說檳榔會怎麼得癌症怎麼樣 可是你去問一問 很多的吃檳榔的人 他們會怎麼說 他們說法絕對跟醫生百分之百 不一樣 我們醫生說 我亂講的話 假設 十個得口腔癌的人 裡面可能有九個 是吃檳榔的 可能 這是我亂講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這樣的數據 我是舉例而已 可是對吃檳榔的而言 他會覺得說 我們一千個人在吃檳榔裡 之後 剛好那九個去你們那邊看醫生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 取樣問 對啊 他覺得 為什麼吃檳榔會得口腔癌呢 你不吃檳榔也會得口腔癌是吧 好 所以 所以我不會回答 這種問題我不會回答 我也不是醫生 如果各位是醫生的話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他們是要回答你的話 你怎麼講 所以他們覺得說 全世界只有台灣 在不名化吃檳榔的 呃 檳榔文化 可是他說 馬來西亞 印尼都在吃檳榔啊 可是馬來西亞印尼的醫院 都沒有在講說 吃檳榔會得口腔癌啊 他是男老語是不是 對啊 再來 作物啊 可以再來 一個很好玩的文化很加重要 我再舉一個例子 幾年前我忘了 大概應該有三五十年前吧 在菲律賓也是跟台灣一樣 有那個臨場病很嚴重的 然後連俄國他們有那個衛生組織 然後去菲律賓做了研究 就發現跟他們飲用的水 是有關係的 是因為他那個地下水 因為他們都是挖地下的那個水在喝 那個地下水已經炸到污染了 對不起 河流裡面的水 Sorry 他就在河流裡面的水上面就拿來喝 他已經炸到污染了 然後被水都炸到污染了 OK 所以呢 聯俄國的人呢 就花了很多的錢 跑到菲律賓 挖了好幾百口的井水 然後請到你們 不要再喝河流裡面的水了 請你們都改喝井水 那改喝井水了之後 應該就會好了 對吧 你們就不喝河流 那邊被污染的水 他們打死了不喝 那個 那個 金水 那 這是聖河的概念 不是 你就很難理解對不對 你就跟人家講 你喝河水一定會死的 找井是漢人的概念 可是 一個好玩的是 對菲律賓的當地的人 他們覺得 河流裡面的水是會動的 是活的水 井水是死的水 所以呢 死的水喝了之後 人會更早死 他的靈魂就沒有辦法活 OK 他寧可喝河流裡面活的水 他還可以多活幾年 儘管他手 腳 可能要拒掉 你跟他講有用嗎 沒有用 他繼續喝 讓他想怎樣 他是對於有醫療觀念的人 還是他那個比例怎麼看 所以要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任何的 任何的醫生 醫學 很重要的一個是 你要瞭解當地的文化體系 那不是什麼事情都靠科學 靠醫學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人 只要是人 就有文化的問題 就有宗教信仰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很麻煩 請 請 我想回應剛剛這一個 最後的討論 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新年級的學生 然後 在 剛剛同學老師說 都要 了解當地文化之後 在挑選 合適的醫療行為 那事實上 在台灣 我們自己的民主信仰 會有 燒腹子 喝腹水 吃香灰 等等的文化 那 的確在我們訓練過程裡面 都不覺得 這些是 這些病人會有幫助的 可是 病人相信 那所以 剛剛會問老師 是不是他們當地有 醫生跟 跟當地文化去做 合作的 其實 我們台灣 也有類似的做法 譬如說 我們在加護病房 它是一個要保持乾淨的地方 但是 家人希望 讓護身組都放在病人身上 這時候 我們的做法就是 用塑膠袋的方式 然後放在病人的 枕頭旁邊 然後 家屬竟然就看得到 他的那個 護身組都在病人身上 這種方式 又或者 吃香灰 的方式 我們會跟 就是 記憶同 或者是 法師們討論完之後 不用吃的 改用擦寶的方式去 對他競神 就是 換個 把儀式 換一種形式 一樣有那種 祝福的 表現 所以這其實是 我想 回應老師最後講的 那一部分 就是 台灣目前的做法 有這些 當然還有更多種 就是我們 我們都知道 那 了解 印尼人 他們的文化 畢竟他們在這邊 有這麼多的人 那 要怎麼樣去 合作 然後 達到最好的 效果 我跟妳說 就不用去手去腳 你知道嗎 對 對 昨天就是把 合流的水整治好 之後 他們一樣可以說合流的水 然後就沒有事了 是的 確實 謝謝 滿有趣的 對 我覺得 我滿贊成你的 這種 想法的 我覺得是滿好的 我是更期待 就是說 未來 因為根據我所知道 在那個什麼 台北醫學大學裡面 他們好像有一個 醫學人文研究所 他們好像就 就做 比較多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研究 可是 好像大部分的醫學院 好像沒有這種 類似所謂的 醫學人文還是人文醫學 只有北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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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也有 楊明也有 也是嗎 老師你也是嗎 對 沒有 不是 不是 我是說 他有一個研究所 我們這邊有一個 這樣的研究所 可能老師是有的 可是研究所 據說專門在研究這一個的 正略層級不一樣 正略層級不一樣 他是研究所 通識中心 我們這邊 可能是放在醫學期 是嗎 OK OK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 而且我也覺得 也應該 要去發展的 不管 不管這樣的 quotation 醫學 是不是醫學 或者是 是不是有用 可是 我們還是必須要去 了解 人文的這個層面 然後如何適度的 根據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社會 體系裡面 然後去做適度的 在醫療的方法上面 在本質不改變的情況之下 如何在形式上面 能夠做一個改變 就好像我們剛剛在開玩笑的 本質一樣是拜耶穌 放個神像 有那麼嚴重嗎 是不是 是不是 對不起 這個是我亂講的 如果有基督徒在這裡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基督徒 可是 可能是因為我 研究做多了 比較不會從那個 唯一服 純宗教信仰裡面來講 OK 好吧 那 哈勇志 因為時間關鍵 不知道能不能先讓大家 下來拍個照 是嗎 好 因為我一年級同學需要回去 真的嗎 OK 我忘記這裡是 這裡是國 軍隊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 先給老師一個掌聲 謝謝他 謝謝 那現在大家可以往中間移動 然後盡量往下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 就是跟 中國 或是跟 中東 比起來 南洋群老師 比較少 變成 歐洲音樂的 作品的 取材的對象 呃 其實有 呃 我們做民族音樂 在學的人 我們不是 我們是方法上面的問題 而不是 樂種的對象 只是說 世界那麼大 我們很難 全世界所有的音樂都會去升級 對 像我就是 一輩子就是 爪花島 其他的島我還不敢做 因為爪花島可能做 我聊兩三個輩子 全部都做不完了 所以我就不敢說 再去碰其他的 對 所以像像 巴米島啊 加里曼山島 孫文加拉島 我 我不懂 所以我們會 我不懂 那我就是專攻 爪花 而且 西爪花我也少做 我基本上是做 中爪花跟東爪花而已 西爪花我基本上 都知道 可是 你說深入的 那沒有 深入的大概只有 中爪花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當然也有一些人 是專門在做阿維基方的 像我在馬里蘭大學 我一個學長 對 他是他已經是 Jose of Peace的 醫學院畢業的一生 然後再到我們馬里蘭大學 念民族音樂學 他專門供醫療民族音樂學 對 所以他後來是莊博士 就是民族音樂學博士 跟醫學博士 然後他做的就是 專門做紐約的 那個療養院 裡面的一個 醫生環境 對 他就專門做 比如說 拍刀的時候 要給他聽什麼樣的音樂 或者精神疾病病患 當他開始發作的時候 要給他什麼樣的音樂上面的 一些刺激或治療 或者是 小朋友 給他刺激 之後 要看牙齒的時候 小朋友是最難搞的 那你要怎麼 如果用音樂來達到 讓他怎麼吸氣 音樂的形態會不一樣 不同的病症 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社會背景 他使用的音樂的形狀 他是會有差異的 對 比如說 我之前看到一個影片 是開刀 他就是那個 要把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膽 割掉 他要做一個開刀 然後那個人很喜歡 他喜歡吹薩克斯風 他是一個極端的薩克斯風的名 然後很喜歡吹覺醒的 他居然一邊開刀 一邊吹薩克斯風 然後 沒有打麻醉 對 然後就完成了 那個影片我都在 我就看到 因為他們在做這方面 也就觀察了 他們都要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可以 他可以藉由音樂 然後 減少他的麻醉 就是減少很多 生小孩也是一樣 對 像 比如說 當父母在生小孩的時候 他最後可能要集罪 這邊打麻醉 可不可以 用音樂來當成一種麻醉 這種方式呢 或者是說 麻醉少一點點 因為音樂有關係 造成你麻醉可以少一點點 可是達到一樣 同樣的效果 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那這個在國外 真的做的已經不少了 滿多的音樂都在做這樣 對 因為音樂 它是一個比較抽象性的 而且就是很心理性的 它比舞蹈 比戲劇 比美術 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特別在音樂這方面的影響力 可能會有更大 對 因為它 不用不一定要 像畫畫那種 你要自己去畫 你要你自己演得跳 可是音樂你可以躺在哪裡 可能就是聽就好 對 那大家怎麼做 這什麼樣的音樂的頻率 會影響到你腦袋的一個什麼樣的變化 可能很多人在做這很多的音樂 其實蠻多的 對 所以如果 你讀醫學系 哦 我們系裡面有一個 我們系有很多的是護士 我們系有很多護士 叫做藥學系的來讀 對 我有好幾個學生 我指導的壽士人生 其實他們都是 護理系跟藥學系的來讀 好幾個 醫學系的倒是很厲害 不過 不過 護理系跟藥學系的倒是 特別是護理系的 蠻多的 然後最後 他們都來研究醫療的音樂學 這個大學的小文 大概有四五個學生 他們都是寫有關於藥學的 不過 他們有人做盲人的 有人做那個 這個 歐基症 這個 治療症 蠻多的 對 嗯 特別是治療症的 治療症的 效果 比較特別 精神醫學 精神醫學 那不是精神醫學 我們中秋我剛剛講過我們不是醫學 我們是民族音樂學 我們比較不敢講醫學 我們中秋他是 這是德國的那一套 德國好幾套 剛剛你講的精神醫學 其實精神醫學 本來就是醫學裡面的一個 正統的一個醫學體系了吧 可是 德國他們有發展的是更多的 很多的民俗醫學 民俗醫學 但是又是另外一套 體系 對 民俗醫學早期 台灣也有 那個南華大學 他們之前有在做 可是現在 不曉得那個所還在不在 然後還在 他們應該早就請 我們 國樂系有老師開耶 那個孫 孫老師 孫君彥 我大約都把什麼學 退掉去修 後來也被盪掉 什麼學啊 對 反正 我是覺得 科學跟人文的結合 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是 我們現在的社會 也會過度的把它給分割 過度分割了之後 就開始 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人文的人 不夠科學 那科學的人 也看不起人文 OK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兩個都不好 那如何 看科學 跟人文能夠整合在一起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現在的 學術體系裡面 我們都只是講跨學科的 跨學科的研究 現在 應該很少 或者 可以講 沒有人 在做 單醫學科的研究 沒有啦 就好像我剛剛在講 我看 要是做生物醫學資訊 一跨跨三個 就名稱來講 他就一跨三個 對 所以現在都有人在 多過度的 在醫學 所以 同樣一個道理 我覺得 醫學這個體系裡面 它是個事情 就要花更多的訓練 去關心一下 對 甚至我剛剛講 現在都已經有 中西醫了 就是中醫跟西醫合作 在做 不像以前 以前學西醫的 都看不起中醫 對 所以 所以如何去 把這種學科之間的整合 而不是 看不起 彼此 去看不起 其實這個是沒有必要的 它既然會存在 那你就一定也看得到 而不是先學否定的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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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就很激實 很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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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 欸 忍耐一下